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香港台神祖新聞報導 各位今天5月9日,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我王俊賢 俄羅斯入侵沃蘭第75日,亦是俄羅斯慶祝二戰戰勝納水德國的衛國戰爭勝利日 莫斯科舉行大型閱兵,總統普京演說成為焦點 聲稱俄軍在烏東的行動是為了保衛國土 而特殊軍事行動是必須的,歸咎於西方挑釁 他並沒有預期地宣稱全面動員或對沃蘭宣戰 今次在莫斯科紅場的閱兵自4月開始一直備受關注 俄軍動員6萬5千人,2400件軍備和400架戰機參與 不過原先會略過紅場上空的Z型軍機排陣 克里姆林宮說因為天氣原因取消 普京發表演說並沒有如外界預計對烏克蘭正式宣戰 或全面動員入侵 他說過去與歐洲國家和北約關係都緊張 俄羅斯促請歐洲平等協商 不過對方不願意聽 記父一直說有核武 而北約開始尖守俄羅斯鄰國是明顯威嚇 一輩子都是告訴俄羅斯,終須一戰 他說俄羅斯正準備對頓巴斯地區進行懲罰性行動 普京直指,俄方聲稱的特殊軍事行動是必須的 而且及時,是一個獨立,強重的主權國家 一個正確決定,並且對紅場軍人說 你正是為國土而戰,為未來而戰 又說每個死去的軍人都是國家的傷痛 國家會盡一切努力照顧他們家人 在烏克蘭,由於二戰時俄羅斯仍然處於蘇聯時期 烏克蘭作為蘇聯加盟國,戰後一直沒有大型慶祝這一天 總統澤林斯基發表說紀念戰勝立遂德國 同時說烏克蘭會戰勝俄羅斯 不會向俄羅斯分割任何一片土地 他說戰爭的路非常艱難 不過烏克蘭會有新勝利,這一點無容置疑 俄羅斯總統普京指責西方一直挑釁俄羅斯 所以以特殊軍事行動回應 英國國防部長華麗士認為 普京想透過閱兵威嚇全世界 原先是慶祝擊敗納粹德國 不過事實上普京和他的核心正是反英法西斯的獨裁政權 華麗士形容普京的說法是當年來編造的童話故事 認為北約會攻打俄羅斯 如果故事不夠慘情將會非常可笑 不過事實上並非如此 華麗士說普京認為俄羅斯被北約包圍 不過北約只是佔俄羅斯6%邊界 如果只是6%邊界接讓北約國家 那就不可能是包圍 普京又說柯蘭有北約基地 華麗士很肯定說柯蘭的大使會告訴你 他們沒有任何北約基地 他認為普京只是相信他想相信的事 是光明的絕望 不過強調北約、英國、東歐從來沒有計劃入侵俄羅斯 普京今次在維國戰爭勝利日的演說 比以往通常的大約5分鐘長 而說詞一般都聚焦在1945年正勝納粹德國 不過今次全面集中在現時局勢 俄羅斯軍事專家日斯克說 普京一直重複北約計劃發動核武攻擊 認為敵人是納粹挖難都是錯誤指控 只在塑造俄羅斯成為受害者、合理化戰爭 他對普京暗示俄羅斯正與北約和沃蘭戰爭感到驚訝 歐盟成員國就應對普京入侵方案出現分歧 歐盟再次淡化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計劃 原先歐盟提倡禁止歐盟船隻把俄羅斯石油運到第三國 而削藥克利姆林宮由能源出口事業當中獲得的收入 繼早前歐盟讓步、比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更多時間 將手入口俄羅斯石油禁令後 據彭博報道 希臘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船東國也反對這項措施 轉一下 香港特首選舉過去星期日結束 唯一候選人李家超以1,416票當選新任行政長官 達票量超過19% 創歷史新高 候任特首李家超今早和即將卸任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見面後 下午再拜訪中聯辦 李家超在今年1月6日辭任政務司司長獲中央批准後 3日後隨即宣布參選特首 同月13日報名 首持186張選委提名 成為唯一參選人 去年3月6日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 選委數目增加到1,500個席位 由於部分政客同時擔任兩個 可以自動成為選委會委員的席位 因此選委實際人數少於1,500人 只有1,461人 比起上次2017年第五屆 1,200人的選委會 民主派佔有300多席 今屆只有一個所謂非建制派當選 今次特首選舉合共有1,428人投票 投票率是97.74% 另外有33個選委沒有投票 包括僅是優價的前行政長官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李家超最喜歡1,116個支持票當選 不支持票有8張 另外有4張白票 即是選管會主席馮華提及的未經田獲選票 林鄭月娥恭賀李家超當選 並且祝福她成功早班 滅良五年帶領香港助創高峰 她又說剩下任期還有大量工作 本屆政府會與後任行政長官做好交接 為新一屆政府就任提供一切所需協助 為通關創造條件 也會進化完成架構重組工作 李家超說兩屆特區政府之間交接時間緊迫 距離新政府上任只剩下7個星期 今次會面時後討論交接工作 包括政府架構重組、抗疫工作 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相關事等等 又感謝林鄭月娥就架構重組方面有詳細分析和計劃 雙方就某些建議內容的細節交換意見 她會再作思考 後任特首辦會再與特首辦商討細節 她聯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見記者時 被問到就政府施政提出反對意見者很容易被定罪 可否保證未來五年市民不會因而被起訴 李家超回應時 形容記者說只因表達意見就被起訴的說法是完全錯誤和誤導 強調那些人被起訴是因為行為涉嫌違法 李家超重申 香港人已經擁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基本法已經保障的自由 不過這並不代表違反法律的自由 說在法律容許下大家有絕對大的自由 之後李家超去中聯辦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門外親自迎接 兩人已對碰手爭代替握手打招呼 之後一起步入中聯辦 李家超逗留不夠半小時就離開 未有回應記者提問 歐盟昨日發表聲明 形容這次選舉是另一次瓦解一國兩制原則 違反民主原則和政治多元 後任特首李家超回應說 選舉具有廣泛代表性 反映香港實際情況 形容新選舉制度已達到好結果 例如現時立法會的辯論、高質素和理性 中國駐歐盟事團發言人批評 歐盟公然抵毀抹黑特區選舉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有強調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部實力干預 遁促歐盟國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和干涉中國內政 以免影響中歐關係大局 上海實施封控期間 網傳有居民被強制送到方艙醫院隔離 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同志偉在網上贊文說 強制送市民入方艙醫院隔離是非法行為 應立即停止 他的微博帳號因為違反相關法規已經被禁言 同志偉辭春有片段顯示 上海有街道辦和派出所人員 人用治安管理處罰法強制民眾隔離 不過條例當中所知的緊急狀態 必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宣布 不過實際上上海並沒有進入緊急狀態 因此強制隔離做法是非法無效 同志偉又說上海市任何機構都沒有權力 強行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鎖匙離開住所 被相關人員進入住所消毒殺菌 他強調防疫要同保障市民權利和自由兼顧 各級國家機關和官員不可以為方便違反法治原則 破壞法制應該防止過度防疫 防止嚴重得不償失 香港方面新增233宗確診 新增個案中33宗輸入個案 另外再多1人死亡被驗出病毒 寫者是89歲女性 新增個案中包括元朗火鍋店一個廚師 被列為元朗火鍋店群組 累計12人染病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祝均 那個廚師除了上班外 也曾經在社區活動 要等基因分析結果 才能了解他是不是在酒店裡染病 神祖新聞到此 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 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